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昂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我接着跟大家介绍下一座美国非常有名的商学院 Emory University葛伊祖塔School of Business 爱王里大学的葛伊祖塔商学 这是一所排名22名的商学 是一所非常强的商学 它的上面呢 有着世界上顶尖的名项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Foster School of Business 华盛顿大学的Foster School商学院 再往上呢是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Chaple Hill Canon Frogger的商学院 也是排名第20名的 在北卡罗拉州的大学 也是顶尖的商学 Emory University Emory大学下面呢 是在商业里面 商学院做的奇强的 Indiana University的Catty School of Business Indiana大学的凯利商学院 他的商学院开设的项目广度之深 项目能力之强 也是在商学院里面起到了代表性的作用 再往下呢 甚至超越了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欧文商学 就是范比德堡大学的欧文商学 Emory University呢 是Atlanta 在亚特兰塔这周边啊 算是 算是 算是南部吧 美国的三大顶尖的名校之一 其中他的劲敌呢 就是Vanderbilt University 从商学院来说呢 他超了Vanderbilt 一名而已 基本上可以说是并列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实意的 Emory University呢 也算是 其实成真诚这个概念啊 已经在今天这个2020年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 被受到那么多人的 就是说注意啊 或者说所谓的称号啊 而Emory University呢 他也算是一个半个长城 能一步迈进去的一个大学了 是一所非常强的大学 Emory University的商学院呢 我们今天就一块走进来 看看他的项目到底实际怎么样 跟着我一起一起视频下来的同学 或者家长呢 知道我讲视频的顺序 我会先跟大家说百度的中文名字 然后他开出了本科和研究生的项目 他所在的位置 locations 他的职场的胜任能力 career outcomes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就是毕业的就业能力 rankings 排名 以及admission requirements 录取的条件 好吧 不要不多说 我把屏幕切给大家 我们第一视角走进这个 阿牧利大学 Emory University 快有370视频了 一起一起下来 美国的大学 我们现在最后这几天已经开始 最后收尾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Stanford University 等等的还没有录 我们来一块看看这所大学 对于这样的大学来说 其实我相信这个视频看的人很多 但能进这所大学的人很少 这就是顶尖商学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也希望公共的华人能够进顶尖的商学 这非常重要一点 阿牧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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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听听百度是怎么念的 阿牧利大学 阿牧利大学 不知道得罪谁了 弄了这么一个难念的名字 这个女的很有名 这个女的非常有名 这个是她们的学校院长 年轻漂亮有才能 说话特别有感染力 我听过一次她演讲一个东西 我们之后再说那个 我们来看一看她的商圈 我们点进她的官网看一下 这大学的标啊 包括这个官网做的还挺好看 传统的蓝黄 商圈一般都是采用传统的蓝黄 蓝色黄色 瑞士国籍色嘛 黄色蓝色 一百年了 100 years 地址上的没什么太多的信息 看她开设了什么项目哈 Entergraduate开设了本扣的项目 BBA的学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开的非常的文 对于这种20多名商学员来说呢 其实跟前五名前十名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经常拿着一种世界顶尖名校的标准来评判它 来衡量它值得不值得选择 它的实力到底横向对比 比如说Catiscope Business Indiana大学做的怎么样 对比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做的怎么样 而不是说简单的去拿它去跟大多数的商圈进行对比 更可怕的是不应该是因为它的名字 所有人都自网乱叫的说 啊这个大学只要录了我就去 我们要看它的能力 到底对比它的同等级别的商学 到底做的怎么样 Entergraduate Business BBA的学历开的非常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我们接下来点开这个看一下 设计有点意思 先点一下 一年的MBA 两年的MBA 这是传统的两个MBA的项目 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看一下这两个MBA的项目 一年的硕士项目开了 Mastering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了硕士的一年项目 就开了一个是吧 有太多哈 就开了一个 小伙子 小伙子很有态度 就开了一个 有没有看到很多顶尖的商学啊 它的一年的硕士项目就开了一个 它有态度 就是你爱爱学学 不爱学别学 爱学就进MBA 进不了MBA 我就不给你开一年项目 很多大学现在顶尖的商学就是开 其实我其实挺不赞同这一天的 我还是觉得数位有专攻 其实挺重要 但人者见人志者见智 本科的项目 Entergraduate Business 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creating powerful leaders 我们我们的生意呢 就是我们学校宗旨呢 是建立具有极强能力的带领者 这广告做 那些会改变商业 创新商业 思考商业的人 都是广告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本科的学生毕业三个月之内 95%的学生拿到了工作 可以说非常的稳 100%BBA students receive coa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这个扯蛋 这基本上所有大学基本上就是比如这什么意思 就是学生会去他们咨询他们的一些职场规划 或者说是去跟他们的教授去聊 这下车 这基本大学都能做到原始版 27%BBA students of 2019 also completed major in Emory College 这个其实挺说明问题的 因为本科是个基础成效 下约27%的学生呢 也在其他学校里面 学家学院里面 拿到了一些这个 拿到了另外一个学历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可能说的没太清楚 比如说去Marketing市场营销的 有些人愿意去学一个Psychology的本科 就心理学 因为市场营销里面有一个叫Consumer Behaviors 顾客的消费行为是跟心理学有关系的 OK 有没有发现这个商圈的官网做的 非常稳 有没有发现 我发现这个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 Area Depths 看下它的关注点 还有Concentration是选修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商圈的官网做的真的很好看 就是我其实虽然现在才讲了8分钟 但是当天给我的第一感觉特别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看了100多所上学了 就感觉这个做的真的不错 Permary Areas of Studies 就是第一选修关注的专业 或者学习领域 Permary Area Depths represent the key functional areas of business and correspondence to our school's faculty departments We offer five areas that are the topics that cororated with many of career interest students pursued past graduation 就是Business在商圈里面 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两个词非常重要 这是之前我忘了哪个大学 看一看 之前的Rice University提出来的 我当时也是渐渐他们官网上说了一句话 就是分为两个 一个叫Fonditional 一个叫Functional 基础型的商业的课程和Functional 就是种类别性的 或者说是Functional 就是商业是怎么运转 Founditional就是Founditional 基础型的商业课程 是告诉你什么是商业 What is business Functional就是运作类的 比如说商业是怎么运转的 是How business works 或者How to run a business 商业是怎么运转的 和怎么运营一个商业 这两个区别 看看了非常稳的 我看一看 Accounting会计学 这是商科基本上 所有开的都开了 奔着CPA去的 Is the recent rank Glizuta's Gradual Energraduate Accounting Program 全美第三项 可以啊小伙子 商科里面哪四大专业来的 Accounting 两个跟数字有关 两个跟市场有关 跟数字有关是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学和金融学 跟市场有关的是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市场营销和管理学 Finance金融学 Inf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 Management 这属于Management Marketing 所以包括最后 还加了一个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可以说 说真的 在本科敢开管理战略 以及管理咨询的商学院 要一定实力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定实力的 Marketing 这开了非常晚 上科的四大领域 基本上全都包含了 而且没有开乱七八道 其实我把屏幕切回来 其实这点 我非常的赞同 我知道我已经重复这个观念很多次了 但是我还要再跟大家讲一次 大学的四年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第一年教你怎么做人 有些人说 放 瞎放什么 瞎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做人吗 所有人喷我 我说的是 教你怎么做一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 大学的大一和大二的初衷 大三的时候 教你怎么做一个商人 商界会开设六到十门商业的基础性的课程 比如说Marketing 市场营销 凡难 金融学 Survention 供应链 Operation 运营学等等的 然后教你做一个商人 到大四的时候 让你在你感兴趣专业里面走的更深 叫Major Requirements 就是你的专业的要求的小学的课程 这是商科大概四年走下来的过程 而商学院退一万步说本科 是一个基础性的教育 就是你说一个18岁 毕业还22岁的孩子 他不可能做到 就是说他能够对冲股票 了解商业的这个党 那是天才 那是研究生学的 所以说商科 其实本科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学生 专业卡得太死 至少我对我的客户 我的学生就这么说的 我说我一般就是商科四大领域 你就去学吧 肯定错不了 为什么 我就问他你对数字感兴趣吗 你如果对数字感兴趣的话 你到底是一个耐心 愿意踏踏实实工作人 你可以去学会计学 你是对一个想中大钱 想投资 想风险 想控制 然后想对冲的人 去学金融 但你本科其实很难涉及到这些 然后如果你是对市场感兴趣的 了解对万物感兴趣 其实我们每天在生活中 我们的角色都进行变化 我们在公交车上是乘客 我们在 比如咖啡店里 我们是喝咖啡的饮者 中文很没中文 就是喝咖啡的消费者 就是我们的角色 随着场景变化而变化 对吧 我今天做的事情 给大家讲这个免费的信息 那我作为一个教育者 我的角色变化 但是我用这个设备 路教的设备 如果去买的话 我就作为消费者 这是市场学 研究市场研究消费者 或者就是管理学 玩人 管理人 因为商业里面 除了市场就是人 你如果对管理学感觉 你学manager 上过四大领域 这里面非常有实力的 在这个战略管理咨询 战略能力 其实战略管理咨询 为什么本科开的非常难 是因为如果一个人 想做战略的话 他需要知道商业里面 各个领域大概是整个运转 他集合各个领域 然后做出来一个战略 然后给出一个 就是管理咨询的意见 management console 管理咨询的意见 所以说这是 这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点 我把这个屏幕切换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emory university emory大学 这个就我上学 开的非常的稳 商科四大领 他没有开着太多杂的 去把学生 因为如果学生 学的某一个专业太过精的话 他到研究生 其实有一定困难 是你不可能学市场人 完全不懂得金融是怎么运转 你不可能 到了研究生以后 你学供应链的人 完全不懂个市场是怎么运转 所以这就是问题 所以说这个地方 感觉开的还是非常稳的 可以说的 这个要点得在 然后secondary areas of studies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 再加深你的领域 上次看到这个的时候 就是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大州的Chapel Hill 我相信我 你看我在对比这些大学 我点的都是20多名左右的商学 我没有跟大家点50多名 左右的商学 因为能看这期视频的学生 要不你是想去这种顶尖的商学 要不然你就已经拿到这些点 商界的offer了 你不可能 因为你不可能 拿到20多名商界的offer 去考虑50多名商界 你要不要去 所以说这是今天这期视频 讲的一个关键 关键点 第二 选求专业 就是你除了第一个 商科斯大基础性领域以外 这个你看叫 interdisciplinar offerings 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其实更加在一个industry 从这些名字上面更加看的是 你到底在想哪个方式 或者哪个领域 你们进行学习 比如说analytical consulting 就是分析型的管理资讯 比如如果你学第一个 Permary学strategy management 战略学会管理资讯 你可以去analytical 加入数据 比如big data data analytics 等等的 一些数据的分析 然后business and society 这一般是学的no profits 非盈利性组织 Organization的 或者NGO的 像United Nations 联合国这些IMF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这些的组织 Entrepreneurship是创业学 你可以学 比如说你想学市场学 OK 你学市场学本科 然后第一个选求 第二个选求 选entrepreneurship 创业家 你可以 你可以做一个 在市场里面 创造一个新的小市场 对吧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如果你还学marketing的话 你可以就成为了 做国际市场 是吧 International 国际商务 在家市场学 国际市场 所以这个开的是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的稳的 叫realistic focus 我就不再跟大家继续点开 这一个一个 这些专业都是 讲什么的 或者学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录了20多期视频 把每一个这些商学的专业 你在上学期间会学什么课程 毕业以后 你的就业方向 职场方向和平均工资 我都跟大家在视频里面讲了 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视频网站上看到这期视频的 你可以去比如说Bidbid啊 土雕号啊等等这些 包括腾讯视频 微信视频等等 是由中国团队进行运转的一些平台 上面到视频库里面去搜索关键词 你想要看到哪些方面 我们大概有将近300多期视频 如果你是在YouTube上看到这期视频的话 在播放内容里面 Prelease里面 有专门一个系列 是光影响专业选择的 你也可以找到 好吧 因为我不可能每期来回来讲这些内容 时间不允许 看到这还有一个 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叫concentration 这个concentration有一个点很有意思的 这个很强 就商圈的学生 OK 你想学商 或者你对商业没那么感兴趣 比如你对艺术感兴趣 或者你对环境感兴趣 像environmental manager 但你要想学商 这样结合性的本科的结合性的专业 这个要求学院与学院之间的合作 能这么开招专业的还是很厉害 我给大家说他都开了哪些了 arts management 艺术的管理 其实这个艺术管理里面很多学校做的不错 是在纽约州的有几个大学做的不错 business cours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就是多种专专业进行学习的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环境的管理学 其实这在未来商业里面是 其实有些 有些本科商学员开着这个专业叫 sustainable business 可栽生性资源 包括这些对环境的这些的管理 等等 未来商业里面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media management 电影的制作 跟电影的经纪人 包括电影行业的挣托而且 health innovation 健康医疗方面 看的非常的稳 这可以说看 而且它这个网站 你有没有觉得做的当 包括整个设计逻辑感 非常的清晰 就是有的时候 进去一个网站 就明显感觉到 这大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进去 我就感觉到 OK 做的非常的清晰 就东西信息量不杂 然后该有的都有 internetrable board 这对于国际 国际生来说 可以去别的国家 在大学四年之间里面去做一个实验 我希望啊 有能力的人 有想法的人 一定要在本科的时候 去另外一个国家做一个实验 因为大理很简单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能够开过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不太多说了 看中emory university 至少国际上都是四五十座大学合作 上可能没有上百个选择 希望也有至少七八十个选择 你可以去各个地方学习了 所以说这个我不担心 包括studio board 这是实验去别的国家 studio board 或者去别的国家学习 最好是学习加实习 你会发现你在本科毕业以后 就也有明显的超过别人的优势 OK 看一眼啊 看一看本科学生中的毕业的能力 其实很少有大学把本科学生毕业的能力写 因为本科他们很难做的很优秀 我来看看这个地方竟然这么大字写了 哇 哇 这个网站做的真的好好看 我一点下这个数字会自己自己弹出来 这个数字 我看一眼啊 42%的人本科毕业以后去了finance industry 金融行业 这个非常稳 consulting管理咨询去了13 我一个本科的毕业的学生都去了 金融和管理咨询行业 就说明这个大学做的很好 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一般的大学都是去了 比如说marketing市场的消费管理 management等等 retail 营收业等等 97% paid for credit internship 97%的学生是给钱的进行实习 91%的学生是inside US 91%的学生拿到实习就在美国之内的 hourly每小时平均是27.49美金 还不错 一个都账了六七千 哦 这有employment reports 可以啊 小伙 functions 是哪些方面 我看一眼 哇 一个本科做什么这样 walk up 可以啊 还是你没看经常网不卡吗 说明大学疫情基金维护的还是可以 full-time employment 平均的 哇 7万金融款页 mini-30 bonus还有1万 7万都是7万多 看得着 确实这个这个大学本科做的实力好强 一个本科 能中了7万多 我跟大家说很多MBA的学生 有些五六十名生就MBA的学生 毕业才6万 5万 甚至做最差的还有4万多的 所以说这个真的 我我相信我还没有提前看那个emory的MBA 但我相信emory的MBA至少应该平均 公司应该至少在12万以上 就就以他这个能从本科就能感觉到 7万6 7万1美金 可以啊 还说去了哪些公司 基本大公司应该都包含了吗 Central Adobe Amazon 我不是说我没点的时候就就想好 我只是随便看到那个说那个 Tanker Mark 美国银行 BDO BlackRock BMO BNP Caterpillar 只有很大的公司 Delta Deloy Discovery JP Morgan 我就不一个看的太多了 Wonderbrows 你看 Words Fargo WeWork 可以啊 基本上你visa 基本上你从这毕业了以后 你可以想去哪去了 这个本科本的一塌糊涂 我们来看一眼 Academic process 我估计商店应该是交给了统一的大学进行管理的 我们看一下 不过这种一般有态度上也有可能自己管理 我们看一下 看一眼 Legibilities 啊 所以还是跟着还是跟着大学统一起进行照顺 你看 Emerick College and Oxford College 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enter BBA program Once they have learned enough credit to have a junior senate 到大三的时候 have completed BBA prerequisite prerequisite 就是本科的预修的大学本科要求 你提前大一大二上的一些课程 就像我刚才说的大一的时候会上一些比如说基础型的上 基础型的课程比如说交流学啊 啊 Communication 比如 Psychology Signature Sociology 社会科学 等等 Humanity Arts 艺术学 等等人类学 然后你到大二的时候就会学一些上科的基础型入门性课程 比如说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从观经济学 Business Communication 商业交流学 Accounting E Accounting 2 Accounting 3 会计学的 E23 等等 Statistic 统计学 Calculate 商业的计算学 这不多说了来回重复了各期视频里面 OK 做的很美我们来看他的MBA项目 MBA开了两个一般这种顶尖的商界会开两个一个是一年一个两年其实一年和两年的项目 我们其实直接看两年就可以了因为一年和两年项目 我之前有期视频专门讲的这个一年MBA和两年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有从课程顺利上没有太多区别 一年呢我就一句话总结了一年呢更多的是给本科是商科的学生并且 工作经历更长的人因为商圈 他把这个屏幕切换烧冷却 因为如果商圈的MBA是两年的话 那么第1年是教你怎么做一个管理学的就是 对教你怎么做一个管理人是从硕士级别的管理人 比如说你做一个master一个学生 比如说他这里面就会让你学一些还像刚才本科一样各个领域里面他会挑一些领域一般会让比如说financial accounting金融会计学marketing市场学 economics经济学包括operation运营学 spension功练 因为你MBA的学生是管理型人才你毕业以后要做战略的他跟一年硕士不一样他是管理型人才 你做战略的时候 或者决策的时候你要知道各个领域里面各种的因素综合性的考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1年学这个那为什么很多有一年的项目呢 是有些人已经工作了很多很多年了他没有必要在学这些他已经知道这些了他想快速的拿到一个MBA 增强他的职场的瞬间的比如说他有些叫升职需要拿一个MBA或者拿一个MBA以后在 影片上面比较好看 在个人的上面比较好看 所以这是这是很多人会出入于这么选择的一个重点 OK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这一年和两年的一个本质的区别而且两年一般会强制带一个实习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看到两年的 MBA的平均的工作经验可能会比一年的少一点 我们快我跟大家说清楚的时候我们快速浏览一下这个 这个一年和两年的区别你看他这其实都是搁在一个页面上的一年两年其中经历都差不多 啊 哇这个网站做的好好好棒啊这个地方专门有对比 早知道我不给大家凭空讲了我讲了半天发现还有对比我看一眼 你看一年别 1 year MBA provide full MBA experiences 跟两年是同样的所有课程包括经历什么的 只是说12个月 完成然后两年的话就是 你还有一个personal feedback plus success to 4500 Emerging business elect 就实习等等 Ability to switch careers to internship opportunity 有给一个实习的机会 然后这个是一个快速的 暑假开始的一个项目 12月24个月 其实没什么区别 class s 50个学生 160到8 180他不不是一个班有160学生就一届收到人 然后2020个concentration 90个electives 20个关注点我这个MBA做的真的很猛 gmat给大家看也平均是580到782他为什么会说这个低一点呢 因为这个是已经有很多工作经验的人了其实在商业上面成绩在尤其在顶尖的商业我帮助很多客户做这种案例进入顶尖商业的时候 说真的成绩真的没那么重要我只我到现在只会听到一些国内的中介去把这些责任赖给学生就说啊你你看你成绩考的这个样子你怎么怎么样没劲 然后最后吃亏的时候学生不说找自己问题 他问了很多咨询师 连国外中国都没踏出过一步去他有什么资格做在那里去给你做管理咨询做战略呢 对吧 当然了我也理解你不能让一个月撞了5000人民币 3000人民币的人去跟像我这样在美国工作的人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一年就招了10个学生所以说这也是不一样的一个 价值观 所以所以说不要 完全的取决于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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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背景和你的实力综合实力和对你的 写文书的时候那些问题的态度观点和能力这些能力是 别人很难取代 Intership 你看一年的并没有带一个Intership 两年的带了一个Intership 叫实习 OK 就是Dev Lemons 好吧一两年没什么区别我们来直接看两年下面就行 这样可能信息量更大一点 哎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网站做的真的很好 看你这个Intership Study Intership You will have one-on-one with career advisors 一对一的职场的规划 Coach can be And can be coached in leadership Stud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在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学习国际商务 这些都是顶尖商圈的标配 Top 10 US MBA for career replacement 哇 那我们一会看看他好好看看他的 职场的毕业的情况 因为一个大学就这个非常说明问题 一个大学就是全美前十的职场的毕业的 就业的情况 因为这个非常说明问题 一个商务如果名声不好的话 学生发现找工作是有困难的 那么还有一点是如果学生能力不行 公司也不会给出高兴趣 所以这是第3方从第3个角度 来检测一个商务的实力非常重要一点 我有时候跟我客户开玩笑 我说 你去美国留学 或者去澳大利亚 或者去加拿大加拿大留学 和你去工作国外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你去给人交钱去 一个是你给你去挣钱去的 当你挣钱的时候 别人要批判你和审判你 对不对 去衡量你 22 Best in the US full-time MBA 全美22名 就像我这个US Ministry 我现在手里拿到 依旧是 22年2020年是22年 2020年还是22年 新的Fakery 哇这个厉害了 学生跟教授比例5比1 这个真的这个比例真的很厉害 就是 就是5个学生对一个教授 5个学生对一个教授 你知道这个平均能力是多少吗 这个平均在美国大概是 一般公立大学是 27 25 26 23 24这个样子 学生比一个教授 这个5比1真的是有实力 这里花多少钱请多少教授 自己琢磨一下 这个当然是越低越好 你的孩子或者你作为这个学生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开设的课程 Admation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areers Strength experiences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这个真的是做得很好 一个一个看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建立领导力 Academic Certificates of advanced leadership Leadership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会给你一个注册的一个或者认证的一个资质带领者 Delta airline leadership coaching follows Delta airline 因为他在Atlanta Atlanta 这些都是一些项目带领者 可以 有机会多参加这些项目 然后我们看见这个impact 这是学生可以选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秋季入学 秋季入学 春季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impact advantage 就是建立影响力的一个项目 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 这应该是管理咨询 How bad that works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olve an issue Strength importance of a client to fill the discipline of your choice 哈 就是带着学生去公司里面做管理咨询的 你看看去这些公司 美国癌症的这个 Society 说非常大的 Coca Cola Coca的公司就在Atlanta 旁边Delta 非常大 可以啊 这真的是有实力 带你去大公司做管理咨询 Global opportunities 带学生去全球各个地方去 去做项目 The Partne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有58个 我刚才怎么说的 至少四十多个 58个合作的大学 合业 Faculty 教授 这些他们教授的 教授的简历 我来看看他课程开出来哪些 我还没有看到课程开出来 Discard OK 这 课程 然后教学的质量全美排第14 Business Business Week 然后20个concentration 这个真的厉害 分了20个分析选项 一般大学开了5到8个 他开了20个 我给大家横向对比 让大家知道这个概念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别的上线5到8个 他开了20个 90门课程 90门课程还好 Rice University开了100多个选项 然后我们昨天说了Georgetown大概开了80多个选项 其实这个课程多10个少10个没有太多的区别 哇你看那个页面大家看那个页面好厉害 看看看 天啊 哇我的鼠标过几个大家会弹出来 做得真好 修计入学 Onboarding 这就是前面一般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 就像军训一样 我记得我们当年 因为我也是 全球非常顶先的商学院的毕业的 我们当年就是 前两周 然后让学生先生 我们当反正我们当时早上七天中起床 然后一直训练到晚上11点 然后又开会啊 见面啊 然后做团队竞争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跟你一届的所有学生都都玩在一起 都认识在一起 而你见那些关系是你带的一辈子的关系 非常重要 到现在为止 哪个 哪个我同学我一个电话打过去 那是全球的效率关系网络 Courses这是核心的课程 休息的第一门然后care development 职场的建立的站 就是那点是吧 我刚才看到学生的 带领者的一个发展机会 刚才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有些机会 包括career connection 去建公司 我看一眼 好吧他这弄个pdf会给你显示出来 都上什么课程 看一眼 哼 这是个报告 天啊 我的天啊这个有点太太学术了吧 这都是 这都是报告 每门课学什么都都写下了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你有兴趣了可以给我发个键 我可以把这个发给你 这个有点意思 上什么课 courcourses start 两年推业MBA courcourses management practice 管理学 managerial account 这就是所有的MBA学生都要学的 managerial economic 经济学 financial report and analysis 金融的分析和报告 然后managerial finance管理性经济学 开都非常稳 一般都是我才是那句话 第一年让你从某个 每个领域里面学习的这些课程 让你知道商业是怎么运转的 包括你看这些基本上所有大学开的课程都一样 marketing management 是很像 data decision analytics 数据和决策性的 判断process system management 运营和进展和system management 系统的管理有点像managerial information system的方向 leading with emotion talent 带领力 leadership development 然后就没了 你看第2年 第1年的下半学期就开始让你学 elective courses 选修型课程 不看一眼 Elective courses OK选择性还是很多 选择性课程Elective courses 然后360的project impact 就是他这个大学 一个其实看一个很好的商圈非常壮意点就看它的实践性 实践性的经济有哪些 我刚开始最早就给大家打开了分别是impact 就叫这个第1个 Leadership development 看得到吗就是带领带领学生的这个 student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比如说去别的公司去做管理咨询 不是不是去那个做那个带领者那个项目 然后 这 你看这有global experiences你还可以去全球别的地方 这刚刚是第1上半学期啊就这么多的选项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 去哪 不是Intership 是 impact 360 这个是带学生去做管理咨询项 然后Leadership opportunity又来了一个 Forebending 这我不知道看吧 正好是US army base Forebending 然后 好 去做团队的训练 比如说做一些团建的一些活动 Global experiences 又带大家去别的 别的国家去 去做项目 OK 你看有中国 印度 南非 日本 巴西 包括 韩国 然后complete internship 然后再做一个实习 思路非常的清晰 思路非常的清晰 学 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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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me 学点课程去实践 学点课程去实践 而且实践下面做得非常 这个学生 学生会开阔很多视野 包括data leadership coaching 学研究数据化 因为2020年 最稀缺的人才 第二学期开始 又是你可以从20个专业里面去选 选课程影响上的 同时你看还有 带领利 Global experiences model 然后再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实践 这个做的真的是 做的这个项目做的应该是我到现在为止看的这些大学 甚至这个项目做的能力 经济能力应该超过了芝加哥大学 虽然芝加哥大学 布斯的商学院明显比他还没考前 但这个项目能力可以跟他相比了 真的是做的做的非常能稳的 布斯那边更多的是 他有很多的比如说开了laboratory 就是学生进行 实验室的课程商业的模型啊那边 感觉更加有钱味比较重 而这边的更加 有一种就是 教育的味道更加比较重要和实践 Program concentration 这就是他开了20个分别看哪些 康安领会计 叫turning investment 这个一般这是一个最新最近 就是这段时间提到非常多的一个 turning investment capital market 资本市场 Coverty finance公司的 金融 然后decision analysis Personal rate 就是marketing里面的 就是CRM系统 顾客的关系管理 啊 我就不一个翻译吧 如果你今天看我这个视频还看不懂这些英文单词 专业的话 你就你真的是挺难建 emory universe 这实话是说 说明这个 这个这都太基础了 Entrepreneurship创业家 General marketing Marketing Google management Leadership management 你看 管理咨询 Marketing analytics 市场营销的分析 这些专业都不要 Strategic consulting 奔着管理咨询去的 因为不是我老说管理咨询 管理咨询 是MBA的学生 就想奔着金融和管理咨询去 因为他挣钱 管理咨询平均像这样的商业 毕业应该达到14万美金 15万美金 有些人有些 这时候又有喷子了 很多人喷我就说 啊国内你老说国外的月亮元 不是国外的月亮元 同志们 是如果你是家长你看的这些视频 如果你孩子能够今天站的这个角度来选择这些点钱大学 你会感到骄傲了 如果你是学生你到今天这一步选择这些大学你是感到骄傲了 你是通过你自己努力而达到的 不是说国家国外月亮元 我们看到很有些五六十名商务 毕业栏也就是五六万 而这个大学平均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至少十几万以上的 起薪的工资 十几万美金 将近上百万人民币起薪毕业以后 是一个人通过努力而得到 是在是在你玩游戏时候别人在看书里面的结果 好吧 我这说句公道话 啊 然后包括还有你看 这个学校非常注重在学生去全球各个地方玩 这个做还是不错 这个项目整体做的真的实力非常的稳 Global communities 然后我们看一眼啊 Importment data 看看学生毕业到底怎么样 我再说一下这个想要这个的话给我发邮件我可以给你发给你 好吧 Importment data 看一眼啊 这是 他有两个 Intership data 一个Importment data 就是学生毕业的情况 还有一个实习 我们先看实习吧 好吧 先看实习 应该这种学校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实习的 实习的率的 就是研究生级别 我看一眼 Consulting去了哪些Function管理咨询 去了39% 然后Finance 你看学生管理咨询加Finance 至少超过将近你看这个圆饼 这俩价价将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这是正常的现象 就是学生想去这两行因为他挣钱 每个月啊这是每个月的美金管理咨询你看Consulting 11万 金融学10万 你看果然这俩就挣钱最多 然后接下来比较少了市场营销7000多 General management 8000 因为他是在Atlanta Atlanta是在美国地图这个报表 所以大部分学生 53%的学生在这个地方 可以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眼 Employment Reports 就学生毕业的情况就业率 我没有提前看过 但是他如果低于12万的话那真的有失水准作为这个20名的商业和他的项目 我觉得应该 应该给的非常高 我看一眼 看看看看看看 两年的MBA 三个月之内 97%的学生拿到了 offer 人家说哇好高啊 是的 但是对于20名左右的商业或者20名之前商业应该至少达到95%以上 所以说这是他们是只能说是合格 95%以上的三个月之内已经接受offer 平均的工资平均啊将近13万12万7千 127,248 127,248美金 平均的月工资是128,000美金 管理咨询 consulting 15万平均值 平均值然后有 你看49% 你看49%的学生去了管理咨询的行业 也就是说 学生是想奔着这个方向去的 这是管理 那可以说这个是管理咨询的名项 将近一半的学生 所以基本就差了1% 一半的学生平均 也说你只要进了这个项目一半的机率毕业以后 起薪 就是15万美金 还不止15万美金呢 你看consulting还给了3万千合同一瞬间的 奖励 也就是说起薪就15万加3万18万美金 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18万美金 18万美金的话是多少人民币 18乘以7 126万人民币起薪 起薪啊 还不说在工作几年 市场营销marketing 10万左右 finance finance 12万5000 金融行业也是不错的也是非常稳的管理学 11万然后你看sending bonus 金融行业这给了4万7的一个就千合同一瞬间 比如说给一些安家费啊或者说搬家费啊那你把它给一些奖励啊 3万多4万7 这个 这个金融的金融行业的这个 平均值4万7是我到现在为止所有大学里面看过最高的4万7 芝加哥大学好像也在3万多没有达到4万7这么多 一般3万多是合理的这个4万7真的高了有点离谱 平均3万多美金的千合同一瞬间的多少钱 45%是从实习过来的然后 School schedule interviews 可以啊 这个真的好混啊 现在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真的是稳 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稳 一年毕业13万美金 12万12万13万 Hurring companies 去了哪些公司 加新号的什么意思 哦 超过了三个以上的学证你看Central大的管理资讯公司Amazon 亚马逊BCG Botson Consoling Botson管理资讯公司 这个Continence 这个非常大的公司Deloy EY 这都四大 KPMG等等 Georgia Pacific Gran Torres 这都很大的资讯公司 PWC McKenzie 这都有 基本上到这个级别 包括Microsoft 微软 Pfizer 这很大的医药公司 你想去哪公司基本上你可以随便调 Target UPS West Fargo Tata Tata是非常大的这个印度的公司 可以啊真的是可以 项目做的真的是稳的一塌糊涂 而且实力强的一塌糊涂 好吧 我应该是看完了 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个项目是他开设的唯一的一个 等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一眼他的MBA的emissions 付出的情况 忘了跟他说了 其实这种顶线商友还是那句话都是看你的个人背景 其实分数要求都差不多 包括 哎 这怎么 是另外一个页面 Process 看看啊 我就不许再给他念这些日期了这是每一轮 一轮二轮三轮四轮五轮把一个屏幕 关掉大家大家想看的话可以截图 申请日期截止日期 好吧 然后怎么怎么Apply呢然后先建一个 建一个自己的Porto然后Vocation fee看一眼 175还算可以吧反正加州我见过比较黑的还有200美金的 175 Dreamat和GRE成绩 OK 一般来说其实我建议学生去take 这 Dreamat因为Dreamat毕竟是对于商学人的 有些大学学生不明说但是Dreamat其实比GRE更有用 Resume 怎么写Resume我之前录了一系列的视频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写Resume大概有9到17 你可以看到那个视频 去 写你的Resume 你可以找我来帮你写Resume 我的书里面Hire for Skill Fiber Culture里面也讲到了怎么写ResumeOK 成绩单 这个文章这个文书啊 你们知道 反正我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是 第一年申请失败或者怎么着后来 找到了我因为我一年确实只招10个学生 所以我对学生要求标准非常高 然后也确实为了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文书这个东西 你坐在这里我跟你聊天 然后我还跟你一块写这个文书 或者帮助你 所以说 有些人就被震撼到了 所以说这个毕竟我全英文写了一本书吗这个文书的背景的实力 包括写作的手法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看看他问什么问题 Duke大学的文书问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 我看他是问什么问题 其实我录了二多期视频讲我在写文书里面会写哪些点 大家可以看之前那些文书去 当然你可以找我来帮助你 Pulse MBA过发邮件 Pulse MBA career goals 你的MBA选择 学完MBA以后 毕业以后你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 或者你想往哪些方向发展 Leadership in business 你的过去的带领利 Cocacola company 1060 Extending global reach Building brands responsibility Principal leaders Eligating principal leaders for global enterprise 这个问题可以 因为他们旁边就有可口可乐公司吗 所以他就讲 Google的公司带领利益 Video ISIS 哈 60 录一个60秒的问题 录一个 有30秒看问题 然后30秒思考 60秒录问题 这个我在说也讲到了 就是我的书其实打造的是全球化人才 叫Hireful Skills Fiber Culture 里面就讲到了我自主提出来的 DAR的面试的战略和技巧 就是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简单实际上就说我书写什么卖的非常好 出版商跟我说 全球化人才我在第1章里面写了 全球化的头脑和什么是全球化的人才 然后第2章写了我们全球化的职场和全球化的在学术上面的一些就在大学里面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写了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culture dimensions 就是社会里面的文化的差异然后在第4章里面我们讲了 在职场过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和交互方式的差异 在第5章里面我就讲到了我自己提出来的DAR面试的战略 和我结合这么多年工作经验20个到30个 真实的面试的场景的再次的回复 以及给出来的应对的方式 就是在面试过程他问你一些 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 怎么我是怎么回答的 或者他问的那些点我给大家写出来 然后 怎么写第6章呢是怎么写简历 怎么写cover letter 求知信 怎么练习DAR 包括解出来的20多个职场的和学术当中的核心的胜任能力 所以说 这本书 全球非常顶尖的出版商出为 这个书现在 是中国话 应该是很难买的或者我听了全说是Amazon Keynote 那是OK 在全美线上线下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包括欧洲 基本上在线上线下 有些在美国 Bernard Snowball 上 Amazon 沃尔玛 都有 都有消费 我有些国内的客户是让美国的朋友给他买了给他寄回来 这个随你 好吧 但是这本书其实真的很便宜 几美金 而且价格不是我空的 我也不是靠卖书挣钱 但是当你 当你读了这本书以后 就几美金 真的有几美金了 这一本书才几美金 我都不知道我出版商定了价 也就是一个汉堡的钱 但是你会改变到学校很多人 人生的价值观和全球的人才的战略 这本书的 前言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写的这句推荐的言是美国国会级的人物 两届里根总统 商业的 金奖的获得者 拥有17家公司的大佬给我写的 他说You will be the captain of your ship Master of destiny 你会作为你人生的 船船长 或船手 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然后 往你的方向去 开启 OK 我就 多说了两句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面试的能力 其实这也是顶尖上线卡群的一步 就是你不光要有能力 去写出文章来 你文章还是真实的 而且你还能够讲出来 回答一些问题 recommendations 包括interview 这又来了 还是面试 一般是跟校友进行面试 应该是test score 一般来说成绩一般都是100和7 你看100和7嘛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不要再被很多中介骗了 你考了个106 然后没事情上 中介说 都是你的问题 你成绩看你为什么考106 你说那不就要100分吗 其实成绩真的不是卡学生的 卡学生是你文书的能力 个人的背景 和你对这个问题的价值观的判断的能力 你的价值观是否符合想这个大学想看到的这个人的价值观 OK 这是MBA的申请 我们最后来看一眼 花很快的时间看一眼最后一个 唯一一个开的一年的 项目 硕士的项目 这项目感觉好多国际上都是中国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6、7、8、9、10、11、12 这感觉都 除了中国人 印度人 3、14、15、16、17 是吧 好多中国人 这边都是中国人 印度人 但是他只开了一个 叫Master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的分析的硕士 这是现在很多商卷开的一个专业 其实很意外的是 这个商卷并没有把会计学单拉出来 因为会计学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为什么没有单拉出来 其实我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更注重这个学校整体学生的管理咨询的能力 并没有 并没有太多的往金融和会计上面走 尤其是会计 金融其实 更多的是往投资 或者投行那边走 但是这个Business Analytics 数据化分析人才是现在 未来集序的人才 也是现在就业非常稳定的人才 812平均的就业工资 大家说为什么这个有点低呢 因为他是一年的硕士 并且很多学生是没有工作经历的 平均也就23岁 或者多少岁去 直接就是读了一年 所以812相对来说还是优秀的 一般大学一年的项目会到6万到7万 所以812还是比较优秀 36个月的OPT 就国际生有三年在美国工作经历 三个领域 应该是统一发的衣服 因为桌子怎么会有那么冷 应该不会 是去参加工厂 可能工厂也没有控制温度 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可以 我们看看他开的 academy 开了什么项 boost company building skills 我现在课程 中规中矩 这个都没有看出来太多了 中规中矩 看他开了哪些课程 看他是偏商业 还是偏数据 看一眼 business standardized social network machine learning data virtualization 偏向硬核数解架 shain learning 可以 abstern experimental learning 在学上去做实践 数据化数据化分析 市场营销分析sport analytics 可以 我能感觉这个项目中国人好多 或者国际上好多 我看照片会有种事情 大家可以截图一下你想申请的每一轮的日期 我把它评工切换 你要想申请的话 可以去申请这些日期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好吧 要求基本跟刚才是一样的 Gmai G21 托福亚斯一就是100块7 我来看这个项目 看一眼 这个 stern experience animation stern experience island 科学职场的毕业能力 100%的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了 稳呀 毕竟是数据分析嘛 这个专业还比较稳 main composition top quality 但是他这是比较好的学生 11万 Maximum最多挣了16万 80%的 Gmai的平均是700到750个 40到50个学生 哼 我就说嘛 75%的国际生 我就说怎么感觉国际生那么多呢 而且好像 好像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主 还看着照片 你胜达41% 这晚年MSBA MSBA就专门了自己 平均这个是一年的研究生数据分析项 平均中了8万8 最高中了11 优秀群中了11万 最高中了16万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反正是比别的大学是做的好 是真的 能力是好 好吧 我现在把这个 屏幕切过了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中期总结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今天跟大家说了Emily University的 这怎么念来的 戈伊兹的 这个这个名字真的是 戈伊族塔什么商学院 他的百度的周文名字 然后他所开始的本科研究章 就是 几个字吧 就是稳 有实力 工资高 顶尖名校 值得选择 我也就只能说出这些来了 项目开的时间性极强 能力极强 学生毕业机会工资能力极强 而且 好像其实超越了上面的 虽然说我对华春大学有很很大的情节 但是好像能力超过了Falster 说实话 不好说 但是但是但是我感我感觉是 哎呀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我到最后再跟大家说吧 到最后再跟大家说 Rankings 排名跟大家说了 排名都是顶尖的 然后Career Outcome 学生毕业能力非常的强 接下来Emission 我也跟大家说了 每一没说的location 接下来把屏幕切 我给大家看他所在地理位置 他所在的在Atlanta这个地方 Atlanta其实 但是 加州兰大是非常非常 就 先给大家看找什么样的大学 Atlanta旁边是有很多世界500项目公司的 给大家看一下 看莫里大学长什么样 Emory University 他的商区员这是 然后再看看Emory University 找什么样 小白楼还挺好看的 他那个Em 长得又漂亮又有感染力 就这个 这些不是啊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说话 听过他一次演讲 一个黑人的女性能达到这样的 地步 在这种世界顶尖的名校 能当上乡权院长 很厉害 说明这女的肯定是有两两小子 啊 啊 没了 Emory University 是在Atlanta的Georgia Georgia Atlanta 是一个美国的 一线城市 没有纽约 没有纽约洛杉矶那么大吧 但还属于一线城市 或者说是如果他属于一线的纽约可能洛杉矶 计算是属于二线的 他在这个位置 就在Atlanta的城市的旁边一点点 Emory University 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 但是我真的没有太多的 在那玩过 或者怎么样 都是飞机精挺 因为Delta在那嘛 Delta在那 结果他导致他那个转机了 老是在那个位置 上面是加拿大 下面是美 这儿是美国 下面是墨奇哥 跟着我鼠标动 左边是 洛杉矶加州 然后右边是纽约 啊 然后他是在这个位置 Georgia 洛杉矶加州在这个地方 OK 他是旁边的Coulombus Bromingham 等等的 包括 Sharley Sharley这个North Carolina 其实这周边有很多有几个竞中的大学 包括North Carolina Keyner Flager 包括 Vanderbilt 旁边的 比特 Nashville 就在这个地方的Vanderbilt 属于南部的三大的名校之一 他的地理位置 自己形成了一片 就是亚洲兰他这一片 亚洲兰他有很多的世界500层的公司 OK 给大家看一下亚洲兰他找什么样 还行 大声势 蹦个D 也是各种时候玩的都有 对吧 去个酒吧 有些人说你老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呢 什么蹦跌啊酒吧 吃喝玩乐吗 对吧 接下来不知道吃呢 你总有乐吗 你不能一个人光学习 我往往看到一个书呆子在商业上是很难成为人才 我往往看到一个人用能吃喝玩的融入进去的话才是真正的 很小样的人才 那儿的中国饭好像真的没啥 亚洲兰大那儿 我搜中国吃的怎么都感觉搜不出来呢 知道了可以小伙伴们也在那里生活的可以告诉那中国吃的多不多 反正 嗯 反正我没在那生活 有什么比较有名的 吸引人注意的点呢 我其实对亚洲兰大包括Jordia 特别有印象的是之前那个民主党那个议员搭设的说什么 这 现在去世了 但我对他很 得有什么病去世那我对他就比较有印象 这是我对亚洲兰大最多的一个印象 其他也没有 我就老 飞机老在那儿惊停是 是真的 哇 哎哥有张图有点意思 把这个大公司给你点出来 看一眼 能不能打开 你看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 cola home depot 现在还吹起 很多的公司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Delta UPS 4500 companies 世界500成组 那里边商业还是比较多 好吧 我把屏幕现在切过来 做一个最后一个最后的总结 怎么说呢 这所大学 20名的商学院 排到了我心爱的华盛顿大学的后面 后面带着去 真的是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排名20名 他排22名 但是实力好像做的确实是很强 上面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Trabble Hill 包括 哎呀 北卡也是很厉害 Indiana University 他的后面 Indiana大学的 Catley商学院 商学院做的明白了一塌糊涂 Vanderbill 反正在20多名商学院里面 在这个级别里面 其实你 真的很难说 资源永远是在商学院 5% 10% 所享受 所以真的很难说你 一定去了 Emory University 就一定没有去华盛顿成功 或者去华盛顿大学就一定比你成功 对于20多名左右的商学院 前30名商学院来说更多的选择地理位置 就位的方向 和商学院的关注点 这每一个商学院其实有它的特点 这一点是在国内的 中介根本不可能 他不可能了解 就比如说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我就不告诉你 我先就反问大家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他关注的商学院的教学理念是什么 他关注的哪些点是什么 包括下面Indiana University的关注点是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Emory University 关注了 你看可以看到consuming 管理咨询 做得非常好 包括他是 他没有太多的偏向会计学 但他偏向更多是管理学 咨询 包括 世界旁边 受到公司的影响 你知道可可可的公司是个科技公司 总有朋友说是因为要科技化管理 那么反问你可可的公司跟亚马逊公司 哪个更具有科技的 亚马逊公司 亚马逊公司在哪 Seattle Seattle在哪 华盛顿大学在哪 Seattle 所以说 你想去哪个公司 其实在周边的 选择大学 还是很有 这是一种战 这是有战略的管理咨询 这是非常难的一点 你要了解才能讲得出来 值得不值得推荐去呢 值得 反正你我你能进行二身的商区 我都值得你去 你将会改变你的人生了 但你要选择一个你正确的和你适合自己的商区 好吧 以上的就 Emory University 如果你看到我的努力呢 希望你可以点个赞 支持我去 如果你在YouTube看这些视频的话呢 购买数的链接 包括我的邮箱地址 就在这个视频链接的下方 如果你在国内各大平台上看到这些视频的 你可以扫码微信 添加我的微信用维码 然后可以给我发邮件最快最直接找到我的方式 如果你需要得到我的个人帮助呢 也可以第一时间点击到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